中国男足在战新加坡,没想到开场就上演刺激一幕,全场球迷都沸腾了。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男足的比赛,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对战新加坡队,这场比赛双方在场上踢得非常胶着,互不相了。 不过中国队在开场没有多长时间,就取得了进球的机会,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呢?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 比赛开始第六分钟,中国队快速发动反击,何超在右路高速突破后低平球传中,进区内封堵的阿兹明守球犯规,裁判果断判罚点球,眼球由高准一触罚,他一脚尽射得手,中国队率先拿下一球。 第34分钟,承进拿球直塞禁区,王子明插上被后卫卡住位置后解围,随后王静斌在禁区左侧内牵一脚打飞了。 第39分钟,何超将任意球开到禁区,伊尔亚斯投球解围出底线。 第41分钟,王静斌在禁区左侧背半岛,裁判再次判罚点球,点球还是由高准一触发。 他的推射被对方门将飞身将球扑出。 第60分钟,李帅在左颅插上后一脚抽射,皮球被后卫给挡出底线。 第66分钟,李帅拿球后左颅下底传中,前点的桂红高高跃迹投球攻门, 打在边往上出了底线。 第72分钟,何超插上后在禁区形成单刀,稍有犹豫被身后的后卫给铲断。 第80分钟,新加坡右侧脚球开出,假笑将球给扑出进去。 第87分钟,阿努格拉在前场右路断球后低平球传到门前,刘军率大脚将球给破坏。 1912分钟,新加坡前场左侧任一球直接打门,皮球稍稍高出了衡量。 最终比赛结束,双方战成1比0。 3 МУЗЫКА